出于对国家文物保护的需要 穿过人字形铁轨的隧道 最终被设立在距地表4米深的地下 这个点的高度确定了 那么高铁还有一个最大高差 千分之33的要求 超过这个高差 时速350千米的高铁 将无法保证安全运行 由此计算出巴达岭长城站 如果设立在地下 那么将距地面垂直距离超过100米 如此深的大规模地下高铁站 在世界上也没有限力 这时有人提出 在巴达岭隧道尽头处设立地面站 修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要看 就是当年它换完线以后 我们自己要自己再来看 因为我们隧道要选那个 斧着坑道就选斜井 因为隧道长了 我们就得中间打斜井来修这个 就是加快工期嘛 修这个 所以我们自己要把它隧道两侧 很宽的范围内的那个山沟啊 都去看一遍 所以这个地方跑到我们周边 周边的建构路怎么保护 我们都要看它 它跟我们隧道是怎么样一个 怎么样一个平面关系 怎么样一个立面关系 都要看 追求一个更好用的站 人民更满意的站 还是我追求一个更好做的站 我们自己做起来更方便的站 如果我们在这一片建设 我们的地下站的话 整个车站的建设难度 还有造价会降低很多 但是呢 从这儿到我们的长城的登城口 要六公里多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还要大量的接拨车 然后接拨车到的地方以后 我们的游客还得步行很长距离 才能到我们的长城登城口 很不方便 那么所以我们当时想了 考虑了很久 仍然选择了 我们现在在那个滚田口下面 建设我们现在的八百里长城 地下站的这个方案 高铁的建立 本来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出行 京章高铁一向都以人为本 对王洪宇来说 给人们带来麻烦的高铁站 建了不如不见 难道真的要挑战 这个世界级难度 建一座埋身百米的 地下高铁站吗 因为说了我们这个车站 是前无古人的工程 大家以前都没有遇到过 那么对它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 都还是一个问号 为了方便群众出行 王洪宇大胆地提出 将地下站建在滚田沟景区内 也就是长城脚下 旅客出了高铁站 步行两分钟就能到达景区入口 起初这个方案 遭到专家的一致否定 当时很多文物专家提出来说 你穿越长城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保证长城的安全 第二个就是景区 包括文物的这些专家说 你在滚田沟下面建设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地下站 是不是能够保证 施工和运营期间的安全 首先第一个 施工期间你会不会变形很大 塌方了呀 那整个我这个滚田沟 如果说塌了一个大坑 那这个不光是国内的影响 那个国际影响都很大 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全世界就有一个巴达岭 巴达岭地区的岩石叫花岗杂岩 它本体强度其实是比较高的 但是受剧烈而频繁的 燕山运动影响 岩体结构出现了很多 极其不稳定的断层 像千层饼一样 一段好的 然后就会夹在一段差的 一段好的 又夹在一段差的 而且这个好的距离非常短 大概也就在50到100米之间 就是我们打的这个隧道 没打50多米 就不到100米之后 就会遇到一个断层 或者遇到一个盐脈 或者遇到一个结理密集的密集带 所以说挖的时候呢 就是老是遇到这个差的盐层 就会造成我们的工法上频繁的变化 然后呢挖到差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型机械也都用不了 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这个问题 由于巴达岭地区 岩石硬度高而破碎 用顿垢机挖掘容易卡顿 效率低 造价高 而且对环境破坏大 诸多因素导致新巴达岭隧道 没有使用顿垢机的条件 隧道施工只剩下一种方法 矿山法 也就是爆破施工 在这样的掩体上进行爆破施工 极易引发地表沉降 再加上爆破带来的震动 都可能引起长城坍塌 这也是人们最担心的 没有可接近的经验 这是我们碰到最大的难题 那么既然是前所未有的工程 我不能说是后来者 起码是前无古人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条件下 我们既要保证它的安全 不仅是建设器了 还要保证我们长久的运营安全 车站又在巴达岭这个特殊的地方 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环境 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文物等等 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有专家提出来说 在这么重要的这个位置 你坚持了一个这么深的地下站 那么一旦列车着火了 你这些人能不能够快速地 救援和疏散到地面上来 会不会造成大规模的伤亡 环保 埋身 震动 这三大问题令巴达岭长城站的论证 再次陷入僵局 环保也是距离巴达岭长城站 20千米的官厅水库特大桥 首要解决的问题 官厅水库特大桥 首次在350千米时速 无闸轨道线路中 采用多孔大跨度 简直刚横梁的桥梁结构形式 京章高铁共有83座桥梁 总设计师是李辉 我来设计的这个官厅水库特大桥 它是要穿越我们北京市的 这个一级水源保护区 官厅水库的库区 那么它这个桥呢 全长是9.077公里 那么主桥呢 是采用这个8孔 110米的简直曲弦刚行梁 8个曲弦的刚行梁 像个彩虹一样 就坐落在这个官厅水库上面 官厅水库 它是按照一级水源的要求 来进行保护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就是按照一级水源的 保护区的这个要求 来进行整个的一个设计啊 施工啊 还有一些排水的要求 首先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 我们为了减少就是对水体的影响吧 不在水中设临时墩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顶推施工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官厅水库的西岸 像拼机木式的就一孔一孔的梁 把它用临时结构连成一条长笼 然后从官厅湖的西岸向东岸顶推就位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保证在水里没有一个临时墩 常规铁路桥梁钢结构涂装体系 在生命周期中需涂装五到六次 在这里实现了仅需两次涂装 大幅降低钢梁涂装 对水库水体造成的影响 在桥面设计中 桥梁设计师李辉还采用雨水集中收集装置 将雨水排放至水源保护区以外的沉淀蒸发池内 避免桥面污水流入水库污染水体 对水源地的保护 空气的净化 污水的处理等等 环保的概念在京章高铁的设计施工中 无处不在 巴达岭长城站的环保问题 也慢慢得到了解决 在巴达岭长城区域 隧道采用了三岁两路头的方式 分别设计了南口 居庸关和新巴达岭三个隧道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环境 在施工隧道中设置的空气净化装置 将施工期间的空气净化后 再排放到地面上 还在施工区域建立了一座中型污水处理站 把这个水处理以后 可以达到一级排放标准 一级排放标准就是什么 就是我把它直接烧了 你就可以喝 不会对你身体产生大的不利影响 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 每一滴清水都还给自然 每一滴污水都送去处理 环保问题解决了 最棘手的是埋身问题 在人字形铁轨下的回填层中 雨缸做了进一步加固处理 我甚至在这个最中心的这个位置 那个里边那个隧道的拱顶已经到了这个人工压石层 到了这层里边了 那相当于你在这个用在石头上面放了一块蛋糕 你把这个石头凿碎的时候上面这个蛋糕还不能碎 这个东西很难 这么一个尖板我是在这么过去的 就是这个尖的上面一点点这么过去的 然后但是你看在这边我就都在岩石里边 这边也都在岩石 但是如果我提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我大段都在这个土里了 而岩石段就很少了 是这样的 那尖那就是我通过管棚去加固 然后我地表还做了柱姜 就把它这个尖这一点点这个 我去柱姜把它做完了 就把土你用粘合剂把它粘起来 粘成像岩石一样 为了解决最令人担心的震动问题 王洪宇和吕刚将目光投向一种黑科技爆破手段 精准微损伤爆破 那么我们在长城上也经过了测试 现在我们在长城上测完了 这个爆破的震动速度是 最大的一个是1.7几毫米 就不到两毫米 两毫米大概是一个什么震数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么 轻轻的这么多 然后大概你在桌上拍一眼的测试 就是你这么手离桌子这个高度 大概有不到十公分吧 你这么拍桌子 不能用大力 轻轻地拍 然后再离我们这个手 大概1米左右的位置你去测 大概这个震数就是2毫米左右 目前我们达到的精度会达到什么样的 就是可以达到就类似于雕刻的那么一个精度 就是整个这个断面炸完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像一个机械切割过的断面 上面所有的泡盐都是半个孔 就这个圆管一样的 这个一半炸掉了 一半还留在里边 这么一个精度 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地下那个炎体的保护 是非常